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走在路上的时候,相信大家都看到过流浪汉到处翻垃圾桶捡东西 或者小区附近大妈到处捡纸皮和矿圈水平的画面 不管怎么看,捡垃圾似乎只够换点零钱 是一种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毕竟,正常人谁也不会妄想靠捡捡垃圾就能谷底翻身 乃至发家致富哦 然而,澳洲有位小哥还真就因为捡垃圾这事儿 捡出了个致富新招 在失业的边缘徘徊的他,不得不以捡垃圾为生 谁料他却靠着捡垃圾零成本净赚十万澳币 收入一下子跃升到澳洲工资收入的中等水平 还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 捡垃圾为什么能捡出大把大把的收入,顺带重启人生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这位小哥名叫莱昂纳多·乌尔巴诺 原本家住意大利,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餐馆打工人 工作和捡垃圾完全不搭边 当初22岁的他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搬到澳洲 不只是为了享受澳大利亚的蓝天白云 也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本以为澳洲的薪资福利好 自己从此能过上钱多事少里家近的生活 没想到碰上2020年澳洲爆发疫情 雪梨酒店餐饮行业普遍受到冲击 乌尔巴诺恰好就是在餐馆工作的倒霉蛋之一 上着上着,自己突然就有了无限期的假期 预想中轻轻松松就能把钱赚 现在却要面对澳洲生活的高物价 差点穷得揭不开锅了 有了大量空闲时间的小哥在家闲得发慌 他只能开始骑着自行车到街上到处转悠 在骑车的路上,他遇见了自己此生都不会忘记的场景 那就是一个又一个垃圾收集区 原来在澳洲,地方议会每年会为居民提供两次机以上的免费垃圾处理服务 平日里如果随意丢弃垃圾,隔着交钱的 所以在免费回收垃圾的时候 市民就会将自家不要又不好处理的家具和大件商品丢弃在街上 然后等待专门的工作人员将他们运往垃圾填埋场 根据澳大利亚的官方数据 2020年至2021年,澳洲产生了大概7580万吨的废物 其中大约30%的废物被送往垃圾填埋场 这些废品的数量可想而知有多庞大 小哥见到的垃圾收集区 和我们日常见到的散发出感人气味 装满用过的纸巾 厨余等等生活垃圾的垃圾站不是一回事 更接近我们身边的废品回收站 面对眼前这些如同小山一样堆得满满荡荡的垃圾收集区 小哥感觉如获至薄 他一眼望去就看到不少好东西 比如看起来品相还不错的沙发 椅子 还有各种家电 正好修一修能拿来自己用 东平西凑 搞不好还能凑出个豪装的两室一厅配置出来 就这样 小哥开始了他传奇的垃圾堆淘金之旅 说起来 小哥这也是血脉觉醒 因为小哥本就出生于一个节俭的家庭 他的妈妈就是一位旧物爱好者 经常会买中古的衣服和包包 也很注重物品的回收和再利用 而他的爸爸则非常擅长修理破损的物品 尤其是家具 所以 从爸妈那里完美继承了 逃旧物和维修本事的小哥 看到澳洲的这些垃圾 那是清澈熟路 如火之薄 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堆无用的垃圾 在小哥眼里 那都是坐等自己去白嫖的金山银山 一开始乌尔巴诺的想法也很单纯 只是想着捡点东西拿回去用 起码能够省点开支 毕竟当前处在收入困顿的时期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没想着这事能有什么搞头 后来捡着捡着 他发现 这些垃圾仿佛就像童话故事里 每天都会掉金币的魔法装置 怎么拿都拿不完 自己家里缺的家具 家电基本都捡到手了 但是好东西这么多 自己一个人也用不上 纵使堆放在公寓里也不是办法 公寓的空间也有限 于是他脑海里蒙发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把他在垃圾堆里 筛选出来的还能用的东西 经过自己一对巧手维修处理一下 让垃圾便废为薄 拿去卖二手换取生活费 如果东西卖不出去 他就把他们送任 为新的货物腾出空间 本来因为工作接近停摆 生活由此陷入窘迫 差点没饭吃的小哥 这下子来劲了 毕竟每天出门溜弯的时候 就能维持生计 这样的好事不干白不干 虽然捡垃圾看起来不太体面 但谁让澳洲有这么多好东西 可以捡呢 自从入了捡垃圾这一行 小哥如有神助 敏锐的观察力 使他常常能够在 一堆小山一般的废瓶里面 精准找到有价值的物品 而这些东西 十分受二手买家们欢迎 小哥因此赚到了 他的第一桶金 一来二去 小哥丝滑开启了 自己全职捡垃圾的职业生涯 一开始 对于自己每天到处在垃圾堆里翻东西 带回家这件事 小哥还有些过不去心理这关 当他从垃圾堆里拿走东西时 路人总是以怪异的眼神盯着他 甚至有一次 住在他家楼下的一位老太太 直接冲上来骂了他一顿 让他不要再往家里带垃圾 澳洲毕竟还是个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地方 建垃圾 按理说是混不下去的拾荒者 才会干的事 并不是很体面 所以被恶语相向也是意料之中 不过随着小哥收入越来越高 慢慢的他对捡垃圾这件事也不再觉得尴尬了 不仅挺直了腰板捡 而且得捡出专业人士的姿态 他会提前做好功课 确定议会会在哪几天提供免费的垃圾收集服务 然后租上一辆汽车或面包车 戴上手套全副武装 一条街又一条街 搜罗直到满载而归 自2020年开始 在垃圾堆淘宝以来 小哥通过在二手网站销售翻新商品 赚到大约10万澳币 折合美元大概是6万多 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澳大利亚的工资中位数 他用赚到的钱支付了房租 还不花一分钱布置了自己的公寓 平时的生活所需 比如清洁用品 过碗瓢盆全靠间 就连他身上的衣服也是捡来的 这日子过得想花钱都花不出去 话说回来 乌尔巴诺赚了不少钱 那他捡东西的战利品都有哪些呢 根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他的发现包括50多台电视机 50台电脑 30台冰箱 20多台洗衣机 50台带森吸尘器 15张沙发 150多盆植物 还有100多个灯具及装修画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各种东西 除了以上这些实体产品 他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了849美元现金 这些钱就塞在丢弃的衣服口袋里 你可能很好奇 为什么澳洲可以有这么多好东西可以捡 这跟当地人的消费习惯有关 小哥乌尔巴诺在发现这些宝贝的时候 他们通常还能正常使用 或者只需要小小的维修就能继续运转 然而很多家庭 仅仅因为购置了最新型号的产品 就会把电池有些损耗其他并无故障的产品们 视为需要被淘汰的过时垃圾 进而毫不留情地抛弃 也有家庭会因为搬家 纯迹大扫除等原因 断舍离调 诸如大沙发 大电视等等带不走 或者不常用的物品 这完全不是垃圾堆 简直就是一个层宝库 更离谱的是 在他过往捡到的宝贝里面 居然还有作品两次入围 阿切伯尔奖的国际知名艺术家 刘大鹏的一幅画 估计价值3800美元 他辗转联系到作者刘大鹏本人 确认了画作为真品 但不知何故 作品就这样流落街头 刘大鹏为此还感谢乌尔巴诺 为自己的作品找到新家 也正是这个特殊的垃圾奇缘 让乌尔巴诺一炮而红 从默默无闻的识荒者 一下子变成各大媒体 争相报道的垃圾寻宝赛道传奇人物 小哥的手切也不全是靠运气 透过物品看似平凡的表面 看本质是一个新时代淘金者的必备修养 除了大师的艺术画作 乌尔巴诺还捡到过各种平日里 自己完全消费不起的高端奢侈品 包括PRODA的包包 中时期的木仪 知名设计师品牌出品的几乎全新的衣服 70年代的古董意大利咖啡机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它捡不到的 不过正如前面说到的 虽然捡垃圾很赚钱 但对于这些捡来的东西 小哥还是很有情怀的 卖钱不是他们唯一的归宿 送给朋友或者捐赠给需要的人 或者留作自用 在小哥看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样的做法 能够激发身边人的环保意识 也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认识到其实物品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 确实存在大量浪费物资的行为 为了带动更多人 过上物品用尽其用的生活 他还在Instagram上 创建了一个名为垃圾律师的主页 律师在这里 寓意自己将为垃圾辩护 还垃圾一个清白 正如小哥的名言 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藏 垃圾不是等待被清理的废物 让垃圾变废为宝 延续他的生命力 正是小哥的使命 在主页上 他分享自己捡到的好东西 以及如何通过DIY 让看似坏掉的东西 起死回生 有不少人跟着他学习 动手修复家里坏掉的东西 这个画风 在一众晒精致小资生活的播出里面 显得格外另类 目前有接近一万四千人 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他 就为了看看 他接下来会发现什么宝藏 在他的影响之下 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了垃圾寻宝的队伍 毕竟澳洲那么大体量的垃圾 沃尔巴诺就算不眠不休也捡不完 而小哥的捡垃圾行为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他的经历 隔三差五就由媒体翻出来报道一次 每次都会收获一遍大家的惊叹 原来真的有人能够靠着别人不要的东西 就活得很好 沃尔巴诺骨子里的节俭 加上他极强的动手能力 和一双善于发掘好东西的眼睛 才有了他垃圾山变金山的奇妙经历 也正因为有小哥这样的眼里 不仅仅看到商机 还看到人类未来的人 为了推动物品的用尽其用而奔走呼号 这个世界才不至于陷入 无意识的浪费之中而不自知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